Youtuber浩浩和老婆邓芙如结婚后 陆续生下一男一女 也不时透过社群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 日前浩浩发文透露 某天晚上正在帮儿子刷牙时 手机突然响了 但她没办法空出手来接电话 于是请老婆帮忙使用手机的扩音功能 没效电话那头竟是请去用品店的人员 询问上次购买的按摩棒使用后的满意度 让夫妻两身间傻眼 最让两人尴尬的是 两岁的儿子听见对话后还问爸爸买了什么 让他只好含糊其词的说是工作上使用的东西 事实上浩浩是为了拍摄业配影片而购买按摩棒 自嘲自己的工作一言难尽 也不妄向老婆喊话表示 那是影片的道具 逗趣的互动引发爆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crof次第1个音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什么 这些购买的 这些购买的帅经理 感谢观看